乘坐热气球穿越世界 十大最迷人的云海景观 乘坐热气球穿越世界 欣赏十大最迷人的云海景观 在柔软的云层和温暖的阳光中 我们将一起乘风破浪 探索那些隐藏在云端之上的壮丽世界 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 晨光初照时分 热气球缓缓升起 带你穿越如同外星景观的岩石风铃 每年约有数十万游客来此体验 他们在云海和仙境般的地貌间漂浮 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搭乘热气球在澳大利亚的亚拉谷上空飘荡 为你开启一场葡萄园与绿色丘陵的空中之旅 在这里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天空色彩 令人心旷神疑在美国的纳帕谷 热气球之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欣赏这片世界著名的葡萄酒产区 早晨 随着温暖的阳光和鸟鸟的晨雾 云海之上的美景 让每一位游客流连忘返坦桑尼亚的塞伦盖地 从热气球上俯瞰 你可以看到广袤的野生动物迁徙景观 在这里云海之下是生命的盛宴 每年仅有数千人有幸体验这场自然的奇观 在秘鲁的库斯科上空 热气球带你飞越安地斯山脉 欣赏那云雾缭绕的神秘古城马丘比丘 在这样的高度 整个古城和周围的云海景观尽收眼底 印度的甲伊普尔 从热气球上看 这座粉红之城与云海的结合 宛如一幅活生生的油画 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 在这里体验印度皇室的华丽 与自然的宁静法国的洛瓦尔河谷 从空中俯瞰 无数古堡和葡萄园镶嵌在轻轻拨动的云海之中 游客们在这里享受热气球的浪漫之旅 同时俯瞰这片被称为 法国的花园的美丽地区 在加拿大的洛基山脉 热气球之旅让人们从高空中欣赏雄伟山脉 与绵延不绝的云海 这片大自然的杰作在晨光中显得尤为壮丽 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云海景观 已带我们穿越了世界各地 玛雅之地 威地马拉的圣佩的罗拉古纳湖 这里热气球飞越上空时 你可以看到湖泊上方起伏的云海 与下方的火山相应程序 在清晨的博物中 云海与火山的融合 构成了一幅动人心魄的画卷 每年只有少数旅行者 能够在这里体验如此神奇的景观 它的美无需多言 唯有亲自踏足这片云端之地 方能领略其全部的魔力 十处云海 十字心灵的飞翔 这些高悬于世界之上的自然画布 记录了云层与大地的无声对话 我们的旅途在这里暂告一段落 但地球的奇迹 永远在等待着那些勇敢的探索者 艺术与科技的融合 参观全球十大最先进的科技博物馆 艺术与科技的融合 参观全球十大最先进的科技博物馆 在这个科学不断进步的时代 博物馆已经不再只是 静静展示过去的地方 在德国的慕尼黑 德意志博物馆 以其丰富的展品和互动体验 年均吸引超过130万的访客 这里不仅展示了人类技术的演进 还有机会让游客亲身体验科技的魔力 美国加州硅谷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 进入了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史 这里不仅保存了历史上的计算机 还以互动的方式 让访客领略计算机科学的精彩 在瑞士的日内瓦 欧洲盒子研究中心的展览馆 向公众开放 访客可以近距离了解 粒子物理学的最新研究 这里科学与国际合作的精神相得益彰 日本的东京 未来科技馆Muriken 以其前卫的设计和展览 吸引着眼球 这里不仅有能和访客互动的机器人 还有模拟太空环境的体验区 每一项展览都让人对科技的未来充满期待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诺贝尔博物馆 以其独特的展品 致敬了人类智慧的极限 这里你可以探索诺贝尔奖得主的发明和发现 感受科学与和平的交响乐 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安大略科学中心 以其互动展览和动手实验室而闻名 这里的每一个展区 都是对探索和创新的赞歌 吸引着无数家庭和学生 在美国纽约 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C艺术收藏著称 但其设计和科技展览也展示了创新的力量 这里的展品范围从工业设计到数字艺术 每一件作品都让人重新思考 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 中国的深圳 华翔北电子科技馆 以其逼真的体验区和最新的科技产品 展现了中国在电子科技领域的飞速发展 这里不仅是电子爱好者的天堂 也是感受中国创新脉搏的窗口 这些博物馆都以独特的方式展示了科技的力量 但现在我们即将揭晓那座代表科技与艺术结合巅峰的博物馆 荣耀归于美国加州圣河赛的硅谷科技创新博物馆 这里不仅有高科技产业的历史长河 还有促进未来发展的各种新兴科技 它的展象覆盖了人工智能 可持续能源 虚拟现实等前沿领域 每一项展览都仿若打开了通往未来世界的大门 这里每年吸引着全球数百万科技爱好者和专业人士 共同见证科技革命的步伐 接下来